29. 東方日報 整頓場外配資防範股災重現 2015年7月14日產經B02產坪內地股市選定回升 對於今次股災,有人歸咎市中證監去槓桿化 觸罰場外配資強制平倉出破 A. 股泡沫 中央已連環出招救市 整頓不規範的場外配資平臺 並撒停相關業務,股市再大跌的風險估計可望舒緩 但內地股民投機風氣刺熱 場外配資可能會捲土重來再次成為計時炸彈 監管機構要做好把關 內地股市今年展現的風流走勢舉世震驚 正創出單日24000億元人民幣的經人成交紀錄 這剝龐大的成交額是由於融資融圈 場外配資及股票質額飆升所致 高槓桿效應已賣客股災復善 當去槓桿過程啟動 股市跌勢如骨牌搬一發而不可收拾 股市的高槓桿效應 在跌勢時引發人踩人平倉潮 可令跌勢心不見底 很多金融危機 袁空正是高槓桿者泰泛濫 歷史教訓力力在目 中正監睜提高兩融換藍 企圖降溫 淡敵不過股市聲勢太顛 股民為求加大資金入市 轉為向場外配資機構借泰 雖然利息較高 但借泰比例高於勸商 監管亦較寬鬆 在大牛市期間成為市場主要資金來源 直至大市逆轉 則成為股災罪灰禍首 深戶股市從高位大跌三成 按基本面自有調整的必然性 但市場監管機構亦有失職之嫌 中央局股市穩經濟已是基本國策 但不能成為放寬監管的藉口 內地股市場外配資泛濫 估計高達二萬億元人民幣 強制平倉中導致股災 結果在中央動員所有力量下 並由人行無限量支持 忠於穩住股市 目前最需要是全力整頓 中證監日前發布整頓 違法證券業務活動異見文件 正是為了防止賠資死灰復然 大力規範各類非證規槓桿資金 並且清理包括開納虛議證券賬戶 出者本人證券賬戶 代理客戶買賣證券等行為 企圖阻止瘋狂炒作歷史重演 去槓桿快營市內地股市目前的最大風險 中央救市的力度及決心無庸之意 但要恢復市場信心仍需時間 監管機構今次主力整頓不少機構 假者金融創新名義 透過互聯網平臺及電子系統 進行場外配置 個別網上配置平臺不敢怠慢 以暫時停止股票孖展者態業務 不過 這不代表場外配置業務會完全消失 正所謂只要有利可逃 殺頭的生意照樣有人冒險 在互聯網加金融的大政策下 現時反而是加快民間配置正規化的好時機 在有效監管下進行配置業務 長遠有助股市穩定發展